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 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觀眾朋友們晚安 歡迎準時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邀請大家可以下載TVBS新聞網的APP 來掌握最新的新聞消息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新聞最新的快訊 在這個地方小北的店員也是勸戴口罩 但是男子竟然拎起安全帽 衝到店內嗆輸贏 怎麼會陸陸續續一直發生這樣的狀況 但是現在到底政府 有沒有合理有效的對策 昨天這個內政部長徐國勇 他是講說未來要給超商店員配辣椒水 這此話一出是讓網友們跟民眾 甚至是店員都炸鍋了 想說忙都忙死 還有時間去學怎麼用辣椒水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超商店員除了要結帳要泡咖啡 現在可能還要學會怎麼噴辣椒水 超商店員頻頻遭到暴力攻擊 內政部長徐國勇現策說 可以配置辣椒水等防衛用具 這話一出不少店員不買單 平常已經夠忙了 店員聽到這建議當然有點傻眼 更有店員質疑配戴辣椒水會降低 和顧客的信任感使用時機也是難題 事隔一天徐國勇腳步很快 沒受訪沒回應 次長陳宗彥幫忙換家 或許就是聽到反彈聲音 對於超商安全陳宗彥只強調 警分局將在不影響情勿之下 加強夜間巡邏 在野黨頸椎面對治安危機 要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如果中華民國的治安像他這樣子 就可以來當內政部長的話 我們任何人都可以 政策應該要想一下 然後聽聽看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 再講出來 不要忘記那些人人人問 他就說一行 明天是不是又有什麼新的花招 超商力委員就敢使用嗎 會不會反而擔心使用之後 有被告防衛撥檔的可能 在野黨立委很酸 要內政部別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怎麼從根本打造社會安全 才是上策 TVV的新聞 劉宇俊講目 與花哨品 李怡婷台北財法報導 好 我們就來歡迎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資深媒體人董志深 大家好 還有高雄漁飯文山伯 大家好 好 我們馬上來關心 就是在這個超商的事件 現在後續發展 就是昨天有開了一個治安會報 但是看完治安會報之後 大家真的是搖頭 覺得我們的官員 怎麼都是提出一些 天馬行空的一些想法 這些想法 如果不是在現在 民進黨執政的這個時空 而是在過去 國民黨所執政的時空 那岂不是被罵翻了嗎 從上到下 他們這陣子到底到底 告訴我們些什麼話 我們來看從蔡英文 她事隔40小時的PO文 三點關心超商 也被大家用翻譯機的方法 翻出來就是叫警察想辦法 叫店長想辦法 叫社工想辦法 所以通通這些事情 都是基層要做的 如果以前馬英九敢這樣說 綠營還會饒得過他嗎 騎不去翻桌去上街抗議了 但是他可以這樣講 馬英九恐怕不行 再來蘇貞昌他現在講 要提升超商自衛能力 店員要佩戴必須的防衛性的器具 比方說像什麼 像是這樣子的辣椒水 辣椒水嗎 還是說什麼樣的防衛性的器具 你是當這個超商是警局 還是當是哪裡 怎麼這邊還要費防衛性的器具 那如果換成了錢格奎將一話講的話 我可以想像他絕對是被罵翻了 還有羅秉承甚至還講說 店員你要自己保護自己 都是店員自己的問題 那如果是甄立文這樣講的話 會不會又有人罵他不會更小 這真的是很奇怪的雙標 還有這個徐國勇他說 給店員配辣椒水 以後讓店員噴噴辣椒水 這樣子來自保 那李鴻源講這句話的話 一定是被大家給罵翻了 所以徐國勇好了 徐國勇昨天真的是金句聯發 他們就說這個店員有三寶 這是我們整理出來 他說配辣椒水這件事 他樂觀其成 還有要固定台詞 什麼叫做固定台詞 他說店員你就不要去 一一勸導那些顧客 你就直接就是這樣 歡迎光臨 防疫情接請佩戴口罩 他說你就固定講這句話就好了 然後店員也是炸鍋 講說你是嫌我們不夠忙嗎 還有要善用報案APP 所以他到底是部長還是店長 這些官員們講的話 為什麼都是讓人傻眼 我們先來聽一下 給相關電源應該有的配備 安全能夠防護應該有的機具 但不必去刻那個電源 要去跟攻擊者對抗都不必 防衛器具的問題 當然我想最方便的 立即可以處理的就是辣椒水 報寡透過媒體傳播 最最影響國人對治安的觀感 如何強化這些員工的在此訓練 乃至之前訓練也需要 讓他們有足夠的治安的敏感性 人生他要自己保護自己 所以這場記者會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每一個人講話都非常的氣憤 底氣很足 可是提出來的建議都讓人傻眼 所以我們看到 剛剛徐國勇給大家三寶建議 到底是部長給的建議 還是店長給的建議 配配辣椒水要有固定台子 你不是很像店長在跟店員講話嗎 所以徐國勇就挨轟 因為超商就傻眼說 你不要大官坐在辦公室裡面 想東想西的 店員就講說 你這根本就是頭痛一頭腳 痛一腳 那基層的員警也是很傻眼 因為要增加這個巡邏的 這個建警率 他說又來了 這就是迎樓的模式 迎樓招搶就增加巡邏 所以不是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想到哪裡做到哪裡 真的是每日一季嗎 還有這個辣椒水 也讓這個超商店員很緊張 就說這樣子會破壞 我們的這種信任感 跟顧客的信任感 那會不會也有防衛過當的 這種可能性 那他們真的敢用嗎 這也是一個問題 固定台詞 那我講一句歡迎光臨還不夠 我還要講你後面規定 我怎麼樣的招呼語嗎 這會不會管太寬 還有報案APP 難道不能夠比照銀行連線 還要讓這個店員 趕快拿出APP來報案嗎 所以現在大家覺得說 這個我們的內政部長 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腦子在想什麼 那像這個最近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季青漫畫 就諷刺 因為這個球棒事件之後 想說這個 因為現在要持聯制這個球棒 所以道上兄弟是不是現在開始就說 兄弟們球棒先收起來 大家拿拿別的撞球桿 學學這個蘇葵 還是拿鏟子 這個鏟土的鏟子 擀面棍 高爾夫球桿 板手 還是這個錘子 通通都可以 這些都不記名不列管 就是不要拿球棒就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 這個治安的匯報 你說今年以來 平均每兩個月要開一次 其實照理說到此時此刻 應該要開五次了吧 可是為什麼我們只開了三次 難道治安不重要嗎 恐怕治安對他們來說 並不是真的這麼關心人民的治安 他們比較在意的是警戒的這些調動 當警戒調動的時候 其實今年以來 非常高頻率的在發生 警局的局長平換 其實治安的惡果 就是要全民來承擔 如果你一直在換局長 一直在換局長 讓全部的台灣各縣市 都呈現一個調動不安的狀況下 那治安怎麼會讓大家 安安心心的呢 董哥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位大官他並沒有把治安放在心裡 的確他們對於警戒要用哪些人 是不是自己人馬就很有意見 現在大概警戒已經被他們 換得差不多 個安其位 但是我們的治安你們比較好 沒有 你光最近的超商這種事件 不只小北百貨 我們這些官員講的話 其實都讓大家覺得 真的不只是不食人間煙火 而是你們難道完全沒有一點點 社會經驗嗎 然後你讓這些超商的店員 他何以自處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民進黨政府 很多人還在剖臉書 譬如說蔡英文 他們現在關心的是什麼 四大公投 公投他們現在想著把它扭轉 對他們不利的情勢 所以他們現在講的都是政治 那這些人 很多人出來開記者會 是出來 是在打顏青標家族的 他們想到是選舉 然後我有沒有看到說台灣 現在有這麼多人 身處危險的地方 因為最活生生的例子就是 屏東的蛙眼案發生以後 對超商我們政府完全沒有作為 那結果呢 結果不到一個月 有人就被刺死了 對不對 蛙眼已經很嚴重了 你看那時候幾國 大家都覺得非常憤怒 說政府在幹什麼 那既然一個月沒有作為 變成有人被刺死了 那刺死你如果再不重視 下來是要怎麼樣 有人到超商去放炸彈嗎 對不對 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這些人講的話很氣 蘇貞昌有新的講法你知道嗎 蘇貞昌說 你不要跟他接觸 你可以用廣播 跟他廣播 某某人你要戴 後者跟他擠標儀 給他看說你應該戴口罩 那不是更激怒人嗎 更激怒人 所以每個人都想方設法 在做一些很好笑的語言 就好像這幾天 辣椒水這麼火紅 然後你戴球棒要被注記 叫做球棒實名制 所以你看到整個政府 他不曉得在幹嘛 我們所有這幾天 所有看到政府官員的發言 都覺得非常可笑 其實這些可笑的發言 其來有致 而且是越來越多 譬如說有人說 豬吃瘦肉精 就跟人吃保健食品一樣 這是最新的陳其中的講法 那譬如呢 但這些講法 如果換在馬英九這個時代 你說這些官員們敢這樣講的話 綠營真的會饒過他們嗎 絕對不會 其實歷朝歷代 都會有些人講錯話 像馬英九那時候講 被人家稱馬卡龍就是陸龍 被嘲笑了很多他自己 好 你們都嘲笑我 我也認錯 馬英九認錯 因為他認為陸龍是 陸耳朵的毛 他不曉得陸龍是 那個陸角長出來那個陸龍 所以馬上就說我認錯 所以滑血十遍 自己滑血自己 自我解嘲 但是他被人家嘲笑這麼久 那如果是綠營的 沒有 他們會一直 一直去辯露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就是保健食品 現在所謂綠營的人 出來替陳其中辯露 說國民黨七姐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聽言文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反正不認錯就是綠營的大絕招 不認錯就對了 你奈我何 然後我們來問一下這個 文三柏 那個空心菜 住一個草包政府 這都不奇怪 其實這兩天我看到 跟心情跟重量是 這個夢者的爸爸 我看到心想痠 他是一個故意人 他說我自己想要一個港島 爬我直接給你報告 在這個政府這情節 你願意 他要求這個港島會越來越渺茫 我還說回來 今天我們台灣所有的老百姓 如果我們的台灣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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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羅勒 比業態 這個政府 撒謀加久就沒錢了 一批天啊 沒有我們輸 越批越純粹 人不要臉 天下無敵 什麼沒有他就都討得出來 什麼討會討得的事情 他就都說得出來 因為我們愛的不是我們神經病 你確定說 這頭子以外所有的原因 是因為你執政無靈 你的執法失當 你根本整個政府的 所有的體系 包括港版國安 包括民生農中完全失控 更不要說防疫的問題 台灣實心的人在這間 蔡英文在這間 結果有事都叫基杉去負責 你們不要記住 八百十七萬別所當作的 這些好朋友 你們不要問你們的狼心 想看看你們愛的 是這種的政府 你們這個政府 這個總統目前是用這種態度 就對付我們手無靈 是我們的老百姓 相對 你想看看 這個夢者 他們老百 跟到這個政府官員 所投出的 我們帶來抓住這個對比德 為什麼我說 草包政府 連什麼人在這間的心境撤亂 今天執政者是你 今天法律所發生的 這次社會的問題 是人心的問題 還有這個鄉手 比你還要說失憶 還有大家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這個精神障礙 這個保護傘裡面 有多少派幾帶頭 有多少人要做事情 的人就在做價位 各位所有好朋友 在這間問題這麼嚴重 什麼幫什麼派 什麼名字 但是政府沒有反應 我們這老百姓就開始了 再來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個事情 剛才像這台 比較不怕死 邀得監督這個政府 你們如果趕緊看到這支電視就對了 趕緊按讚頂列跟分享 不是我自己替自己在說過 你自己想要報告這個台是真相的 所有電視台 人家亡人也要發揮這間的旧照會 油水座 剛才這台亡人說 這樣隨著真心 為著真相為著做良心的報告 在這項度上 但是這台如果沒有得到 你們大家支持 那不是跟超商這個 對老闆吃董哥說的 我非常有同感 萬 那個屏東 那件 女孩子弄歪眼睛這件事了 如果你不是麻木不能 所有的政策 這就要說了 萬一那件事一件 給你一個起勢 人家如果不怕 天就不會疼 你自己本身如果不主張 你自己管天公白不救你 老闆的亂用 老闆的閃爭 讓人家互相互 繼續軟頭穿骨 繼續在那裡 各位 這個事情不嚴重 如果在屏東這個事情 所有的政權都公佈 很簡單 這條人面會死嗎 不會 會上政策嗎 不可能 只有30歲生命 30歲剛才大拍 老闆 因為他原來的老闆 說到這裡 我就越想越興奮 後面這個五里山 生完是要叫什麼去到國 台灣所有的老百姓 我們全人民要求人家 便安 就這麼困難 我們要有一個安定 這個卑微是訴求 這個政府對我們不問不問 你們還沒想起 要不憤怨 要不人民堂 是要自己作主 公道這 這十二十八 念一就夠 今天我們臨民老百姓書中 你看看所有要降時 不前生 我又多不來 多困難 多難 我剛才要起來 要在一樓梯 一陣子走 四塊我們回身邊 都還沒便當 一顆一百塊 貪的是未報的錢 我們一千兩千在這裡 政府一圓兩圓 在這裡可以 後面你看看 風力八點要花多少 太陽能光電還要花多少 廢族核能還要花兩條 中文跟我說五條 零以後來二十年 我們要付這五條 一當邊給二千二千五百 二千五百 二千三百五十萬 一個本位 一當一個要付 一萬塊九百塊 現在聽到政府這樣講 其實我們人民 真的是只能靠自己 因為其實我們來解讀一下 我們剛剛是說 對比過去的前朝官員 如果這樣子講的話 早就被罵翻了 但是你仔細來看看 他們講的話 通通都是在怪人民 怪基層嗎 超商你要自備這個自衛量 難道是說 這個是你電源自己的責任嗎 還有電源 你自己要保護好自己 難道是電源不願意 保護好自己嗎 那不就是突然發生的事情嗎 還有電源要給予辣椒水 你是嫌這個電源 他們事情不夠多不夠忙嗎 賺這樣這麼低的薪資 你還要讓他們做那麼多事情 所以他們提出來任何的方案 都是在讓基層你自己要完善 那就很像我們現在的防疫 防疫好棒棒的時候 都是政府棒 但明明都是我們人民 自己自動自發在這邊 戴口罩防疫的 但是懶功的時候是他們的 出問題的時候 都是別人的 對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些高官就是大家各安其位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我看一個鏡頭 蘇貞昌 西郭勇 他們包括高檢署 檢察長 然後警政署的署長 大家都到一個場合 是什麼場合 原來破貨了海洛櫻 路上破貨海洛櫻 有史以來最多的 市價18億 大家去了 後來我打聽一下 這個是上個月 21號就已經破貨了 要等這些長官有空 然後大家聚集起來 然後大家敲鑼打鼓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 有個調查員 他把查獲的毒品 各長官大家也都來檢查 包括蘇貞昌大來檢查 檢卵以後他的毒品 他又把它拿到市面上去賣 然後調查機長也下台了 所以很沒面子 那現在等大家都有空 敲鑼打鼓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只會 做這種表面文章 只會作秀 作秀 然後大家長官有空 大家一起來合照 好厲害 所以昨天這個治安會報 看起來也像在作秀一樣 就沒有真格的拿出 實際上可行的一個辦法 那你們只是出來 表達我們很憤怒 很生氣 但是這些方法都不可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